好几个学员都催着我要这个摆台的教程 没问题,安排 首先咱们来整花朵吧 这一板跟后面的几个大花都是新款的木居 先到一半透紫色,然后捏吧捏吧 把那些气泡给捏出来 然后再封白色的 记得过一两个小时之后去检查一下气泡有没有冒上来 给它吸掉 咱们来脱抹看一下花朵的成品怎么样 好好看呀 尤其是这个紫色的,我太喜欢了 有没有跟我一样对花粉过敏 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花 我记得有一年在广州逛花街 满脸长的都是包 接下来咱们来做一下底座 就随便倒啊,不要太规整 规整了反而不好看了 倒完实色再倒一点透色进去 就让它们互相熨染一下子 千万别想着控制它的流向 那是不可能的哈 掏出蓝牙音响小夜灯 郁金香的笔筒 花朵,还有叶子 主角是泡泡马特SP温度系列的两支盲盒 用胶枪把这些配件全部给沾上去 历时九天这个摆台终于可以脱模了 来一起看一下成品 叶子我怕运输的过程中容易断就没给它安上去 后期可以用胶水沾一下 功能就是手机支架 鼻桶 小夜灯 蓝牙音响 开关跟充电口在背后 那个啥 千万别让你对象发现这个门能打开 这里边还带拐角的 可以藏点私房钱呢 有没有听说过知识诅咒 就是一旦会了的人 理解不了那些不会的人 所以我真的很难想象 在做手工的过程中 你们是被什么问题给困住了 评论区留言我瞅瞅吧